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的畢竟已經遇到豬籠草的感覺 太奇妙了 我在家裡會穿那個細肩帶 餵奶的時候我就把細肩帶撈開 餵奶的時候我就睡著了 聽到我小孩在哭 醒來的時候 一看肩帶是繞住她的肚子 我女兒子都很恐怖 帶狗去下完布 然後全身都擦 屁股都擦 腳都擦 擦完之後 剛好那包獅子精用完了 她就放合去了 獅子精的那包裡面 什麼東西就丟掉 但她忘記了喔 有一次我女兒異奶 好豐富 我就把飼巾拿起來 小朋友的一奶 你會整個這樣 滑下去喔 奇怪 我沒有餵她吃南瓜 她的嘴巴就是黃黃的 而且是在吃南瓜什麼 好恐怖喔 歡迎收看小明星 小明星 大跟班 好 我們今天要聊的是 最驚悚的媽媽經驗談 大家好 為母則強 當了媽媽以後 什麼死人骨頭她全都會了 沒有 誰會是裝出來 都是表面堅強 心裡面嚇到要死 但是終究沒有經驗 還是沒有經驗 有時候遇到事情 恐怖啊 驚悚時刻就來臨了 好想哭喔 小朋友也有那個有沒有… 怎麼樣… 她突然間 然後用腳在那個搖那個孩子 突然間嚇了一跳 小孩咧 沒有在裡面 那個搖 然後就起來趕快這裡找那找 小孩不見了 那影片有看到有沒有 有… 她抱在手裡 對 太累了 太累了 對 媽媽不會累了嘛 累到傻眼 但是她很本能的 手一定還是抱著 對 很恐怖 沒有抱小孩的時候 有時候為了就是一個安全感 妳就會自己站著喔 然後開始一直這樣拍 對 可是真的沒有小孩在手上 有一次 而且是站的時候會… 站的時候會這樣一直吼 對 會一直吼 對 會吼什麼 來…我們讓他們好好來聊一下 當了媽媽之後 很多都辛丑媽媽嘛 是 五位都是嘛 辛丑媽媽 最資深也只有三年而已 對 很嫩耶 好 來 先來看玉兔金手 媽媽的經驗談 我曾經讓小孩子吃海鮮 導致全身過敏烘酒 所幸無大愛 今天分享其實都無大愛… 對 反正就是你知道 其實你在剛開始當媽媽 你第一個就是小朋友吃副食品了 然後你會上網去查說 他到底什麼可以吃 什麼東西都不可以吃這樣子 然後其實有兩派說法說 一歲前是可以吃海鮮的 有些是說一歲後才能跟我吃 然後那天因為我就想說 我很喜歡吃蝦子 有疑問就不敢冒險了啦 對 但是他們就說 如果你讓小朋友在一歲前 嘗試海鮮的話 他之後對海鮮過敏的比率 會比較低一點 對 有這個說法 而且是四到六個月的時候 嘗試最好 我就是海鮮的測試機 你說小的時候 沒有 到現在也是一樣 稍微不新鮮 我就會不舒服 全身過敏嗎 對 就是一定要很新鮮的 所以海魚我只吃圓雪 圓雪 對… 江海的 對… 高級的 對…高級的魚還沒 Polo OK 海鮮 黑鮪魚 是極速冷凍的啦 你家境好好喔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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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妳講 我到國… 阿嬤對妳好好喔 我到國小一年級 才知道番茄是有皮的 你們真的不知道它是什麼過日子的 這個爹疼媽愛 還有一個姊姊疼我 天啊 我的姊姊 大我一歲而已 就像我的媽媽一樣 你會吃草莓說 原來草莓有紙 因為它紙也幫妳挑挑 沒有挑草莓 因為不知道蝦原本的顏色 這樣好猛喔 對 很天真 結果妳就給試吃看了 我就試吃 一開始就只是這樣子一點點 然後我想說 試吃這一次應該第二次應該還OK 然後我過了大概一個禮拜之後 我就讓它試吃 一吃完不得了 我小朋友開始這邊整片 整片都是紅的 全身紅一下 對 整個然後 因為妳平常摸它的時候 就是都是細細的 然後就摸它就開始起陣子 然後我就開始非常緊張 然後這個時候 我又開始找Google大神 想說到底要不要送醫院 因為它看起來好像還好 小孩沒什麼反應 只是皮膚有狀況 對 然後後來之後 他們就說 其實妳就是譬如洗澡的時候 水放冷一點 然後過一陣子 如果它沒有呼吸不正常 食慾沒有不好 然後或是活動力下降的話就OK 對 但是我後來再試它一次之後 我就發現我們家小孩 好像真的對海鮮會過敏 出生的時候有驗那個過敏源 沒有驗到對海鮮過敏 我沒有特別去驗那個東西 過敏源 可是有一派說法說 它過敏源會一直改變 所以其實 對 妳其實就是都試吃看 妳就大概知道 只要不要像剛剛講 不要呼吸困難的 應該都還好 小朋友是因為我在上班途中 然後保姆打電話跟我說 她身體有點不舒服 然後想要先告假回家去 然後我就跟她說 好 沒問題交給我 然後後來我就非常興致淡 趕快收拾東西回家去 然後她就打跟我說 小朋友就是身體有點不舒服 我的藥部分再麻煩媽媽幫我餵 然後我說OK 也沒問題 因為其實就是只是個餵個藥 然後我就回到家 因為保姆之前有跟我講說 小朋友吃藥的時候 有一點掙扎 所以要快 很準 我說好的 沒有問題 我就是趕快 藥粉一拆開放到湯匙塞 然後因為小朋友 其實你餵他吃什麼 他來著不拒 他就是一定是張口 然後就一張口吃下去 因為我們鼻腔是相同的 所以他連帶 他就呼吸了 當下他就整個把那個藥粉吸入 嗆進去 對 他嗆進去 這是粉 對 而且他又很苦 非常的苦 所以他當下就是直接 然後就是一直噴淚 然後你就發現他眼睛就脹喉 然後這時候的呢 我的婆婆就坐在我的旁邊 結果感受到背肌一兩了 他就說要加藥水啦 你這樣不行 非常危險 然後我就 我就藥粉就放在湯匙 因為他就快很準 就是給他直接吃 因為我不想要等太久 怎麼補救 結果婆婆抱走 我就直接 太可愛了 這個時候就給他喝水 對 然後我直接動手 然後開始灌水讓他喝 但是因為他一直咳… 妳不能那個粉乾粉 他也吞不下去這樣 我跟你講 我每天在泡日安完美的時候 很清楚 對 那粉粉要溶解 咬一下… 就像有經驗這樣 天啊 太危險 對 小朋友 一在那個狀況底下 媽媽都瘋掉了 像我小孩 以前還小的時候 一歲多的時候 他只要發燒到37.5 我就開始緊張 37.5還… 還好啦 不是 他就很還沒發生 然後起來是熱的啊 就熱熱 然後跟一般的體溫不一樣 因為… 可能妳體溫 妳自己體溫也熱啦 不是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每天都會幫她量體溫 然後我都會做紀錄 我每天都是36多… 妳兩個怎麼熱熱的 媽媽的手就是體溫計 一摸就知道不對了 是啊 37.5我就趕快餵藥 你知道嗎 妳就餵什麼樣子 我就餵 不用餵 太早了 因為我太緊張了 然後我就餵 然後餵完之後 然後可能一個小時沒退 然後我就再餵… 然後就一直讓她降下 不行 反正她熱熱的我就緊張 她這樣會很溼溫吧 就直接剩下34 所以後來我就被罵了啊 就跟媽媽聊天的時候 被媽媽罵 然後跟小兒科醫師講的時候 被小兒科醫師罵 他說妳38.5再餵就好了 小孩子在發燒的時候 其實是她的身體 在跟病毒對抗 如果你太快 把她的體溫降下來 她反而會沒有辦法 身體有發炎狀態 對 所以發熱 她有辦法去抵抗她 對啊 知道她身體在做這個抵抗 妳只要旁邊幫她加油我就可以了 對…是真的 加油… 加油… 妳很棒喔 只要活動力OK 都不要太快 也或者是妳不要讓她吃口服的藥 妳可以用那個退肋貼 或是什麼 妳就讓它降一點溫 如果妳很害怕的話 OK 但37.5還好 也不用退啦 我就緊張了 妳有時候泡個澡她也就37.5 對 妳真的是沒有 對… 剛開始 真的是這樣 來 先看小潔的第一條 妳有碰過驚悚 小女兒才八個月喔 八個月 這麼小BB耶 用背筋裹住哄小孩睡覺小孩 無預警從背筋跌落下來 我那時候我試過非常多的背筋 但是因為我就覺得說 我好像已經扣好了 我當下是又累你知道嗎 就是剛前三個月 妳是傳統背筋還是現代的 現代的 就是妳會覺得妳已經扣好了 尤其是後面 妳就會覺得反正感覺是穩的 然後那時候 因為前三個月的時候 真的非常累 就是睡覺都沒辦法睡 然後就是真的是行屍走漏 用背筋這樣背著 然後一直這樣走來走去…讓她睡 結果有一次我是真的 前面還是後背 前面… 後面好像年紀太小不行 就一定要用前面 結果後來我那時候就是 已經肚咕囉 然後我就突然覺得 然後 妳飛起來了 不是 我的小孩已經 她腳是這樣熊…熊爆 可是她的人已經這樣 整個往後已經掉到我 她是整個已經是這樣子 掉在我身上了 嚇腰啦 對 然後我想說 我那時候想要死定了我的孩子 因為我只有感受到這邊的重量 那時候我沒有看到我的孩子 我嚇死了 我那時候當下是 我本來已經睡著 都已經在流把油囉 我真的驚醒 想說我的孩子在哪兒 結果她是整個懸在那邊 然後她也睡著了 就差那0.1秒 她整個腳也都要掉下去了 所以我就整個從此之後 我用背筋 我一定會再三確認 這樣怎麼扯都扯不掉 或者是我家整個會鋪軟墊 就是即使它真的掉下去了 至少有一個緩衝 對啊 這個有 因為背筋的扣子太多了 對 因為太多了就沒有搞清楚 有一個日本藝人 在台灣就發生這個慘劇 什麼意思 她孩子摔了 後來沒回來 好恐怖喔 對…一個搞笑藝人 一個日本人 好像恐怖 可是因為我真的太累了 然後你就只能一直走嗎 因為小孩子在睡覺的時候 你就要一直走 他才會願意睡 對 可是真的是走到的時候 半個小時40分鐘 還是都自己 我們現在有公託 我們現在抽到公託 我們有去抽公託 8個月 你看 妳捨得 這捨不得耶 其實滿月就可以公託了 但是我跟各位爸媽講 因為你整天24小時都在待在身邊 很多媽媽跟爸爸 是完全沒有休息的 因為你整個神經精神是非常緊繃 隨時你還是會累 你還是忍 早上可能8 9點的時候 就可以送小孩子去上課 不要小看公託 公託很忙的 你早上例如9點 9點一定要到 是因為9點10分前要吃水果 所以有水果時間 有按摩時間 有看書時間 有小孩子一起玩的時間 有午餐時間 午睡時間 下午茶時間什麼的 有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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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爸爸可以在譬如說 下午6點之前 你可以把自己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 好好的休息 回來之後 小孩可能11點10點睡覺 你就可以好好的在這段時間享受 而且他一整天這樣結束 他也累爛了 他也累了 所以每一次去接他 一波兩下他就整個掰掉 對 每一次去接他 他在車上就睡一下 然後我們可能頂頭 帶他去吃個飯回來 他就差不多晚一下就睡覺了 洗個澡 所以我覺得爸媽寧可給小孩 高品質的陪伴 也不要就是讓他在旁邊 然後好累 然後滑手機 然後在那邊睡著 有時候 對 我雖然很會陪小孩玩 因為我喜歡跟他們玩 對 但是很怪喔 你千萬不要在床上陪小孩玩 為什麼 約莫大概一分鐘之後 你就會離開人世 好好睡對不對 對 他床怎麼那麼軟 他現在講的就是 幾乎他每一次陪我的狀況 對 因為比如說講那個 就是只有一分鐘 講年獸的故事有沒有 從前… 那個故事只到這裡 從前從前有一次年獸 對 傻眼耶 可是這樣超危險的 因為我有一次就是 在床上陪我的小孩 那時候還沒有抽到公託 我的小孩當我心醒的那一剎那 他的頭髮已經碰 就頭髮尖已經到地板上這樣 然後 被妳抓起來 對 我剛好就那0.1秒 抓到他的腳底板 因為他的人已經要掉下去 因為他已經開始會爬了 所以當你睡著的那一剎那 他已經要掉下去了 抓住他的腳 抓住他的腳 他一扭他長他一定很會高空彈跳 不是 沒有… 我抓住他的腳 然後我是真的用力把他扯起來 因為我太嚇死了 然後那天我老公不在 我就打給我老公說老公怎麼辦 他剛剛差點掉下去 我用力扯了他一下 會不會腿斷掉 會不會什麼的 會不會腿斷掉了什麼的 妳不如就把你們這樣 妳就睡地板 唯一不要讓小孩摔倒的辦法 就是讓他睡在地上 你也睡在地上 榻榻米其實是最好 或者是什麼很薄的那種 地墊就可以了 就是離地板沒有事的那個狀態 對啊 然後有一次我老公 是直接讓他掉在地上 我就直接聽到砰一聲 然後我就上去 你就是砰是媽媽的必經過程 真的 誰沒聽過砰 我上去就拳頭握緊 就直接貓了我老公一下 我就說怎麼可以這麼不小心 雖然我也曾經犯過這個錯誤 可是就是因為我犯了 你不應該再犯啊 但媽媽會不會失去耐性 會 尤其是小孩在哭的時候 你整個頭腦 我跟你講 現在我沒辦法不帶齒痛藥出門耶 因為他一哭 然後尖叫很久… 我這一點算滿好了 我一次都沒有失去過耐性 有 你上次才承認 你承認了 好 哪一次 我怎麼樣 你說什麼 我寶寶的時候 然後怎麼樣 有…那一次有 你自己承認的 那一次是因為 他說溜嘴 我們在聊天 他自己說溜嘴 不是 五歲… 五歲還是 然後就大家就睡在一起 然後突然間 一直旁邊一直弄我這樣 然後我就 就這樣 然後我不是故意來 對不起… 對啊 我… 我今年才知道 他有送過我巴掌 不是… You send me three pay I send you three pay back 對 因為 那個帳而已 沒關係 現在就一天嘛 很啊 你就不要睡著啊 然後他就自己挖回去 我趕快過去就把他抱在懷裡 嚇死人 就沒事了 跟人家說溜嘴 講完就 怎麼說… 怎麼說出來 但是不能失去耐性 對…要加油 大家加油 真的很不容易 撐下去 來…撐下去 很快啦… 再過個三兩年就OK 三歲… 不熟悉嬰兒推車操作 收起時寫些害小孩就受傷 自動收納那一種 對 因為現在非常方便 而且媽媽要自己帶小孩 一定知道自己 就是最好是單手處理一切 對 就是能夠最好就一次來 就是要手一撥 他就咕…收起來 變形金剛那個 那時候非常的興奮 終於把我夢想的車寄來我家了 我收到一顆 我就跟我老公說 我終於可以帶我的小朋友出門了 悠悠哉哉的散步的同時 我發現他睡著了 他就坐著坐著就睡著了 然後我就想說 坐著睡覺好像不太舒服 就想說把他放平躺 但是因為媽媽可能 就是自己也警覺性也算高 所以我是一隻手 就是把車車的那個腳都固定住 然後我一隻手就是扶著他的肩頸 怕說放下去的時候會驚動到他 對… 所以我就單手把他扶著 然後另外一邊我就按 想說奇怪 怎麼沒動進 然後說怎麼沒下去 到底是什麼時候要下去 然後我就想說OK 沒有這裡 那很簡單 那就另外一個地方嘛 然後我就一樣是單手 就是扶著他 另外一隻手就去按 一按瞬間 超可怕的 折到車裡 對 但是我必須要先承認 那是我對那一台嬰兒車 就是本身操作不熟悉 不是那一台設計的問題 他那個瞬間真的太快了 因為我就等於是一隻手扶著我的寶寶 然後我就是按下去 瞬間我就跟著我的小孩 一起直接中間 蒼蠅遇到豬龍草的感覺 對 被吃掉了 然後我就下去 同時我的半身 也不到半身 就三分之一 我就馬鞍這時候就必須要穩住 穩住同時我就下去 對著我就卡住了 整個人卡在裡面就對了 我就卡在那個車子裡面 然後我就小孩也哭了 這要小孩在裡面的話 後來整個就夾到了 還好 因為媽媽的手 就基本上我就封住她 對 然後我就卡在那裡 那怎麼辦 旁邊的路人趕快 因為我在人行道 所以旁邊路人就說 路人一般都會在那裡笑呵呵 沒有 其實媽媽要出門 沒有什麼常常在看戲 還不趕快來救人 好啦… 還拍照打卡這樣 拍照打卡上過 結果假作 他就幫我把他就是 趕快救出小朋友 然後車體趕快把他撥開 好可怕 然後那時候我就趕快把我小朋友 抱起來一直跟他對不起 這真的也問題 因為我害他受傷了 然後我就很難過 對 然後他是 他比較小的時候 一歲多 後來還有一次 他比較長 還有一次 他們活到現在也是不容易 不容易啊 對 活到現在 然後後來他比較長大了 因為我們家有養寵物狗 所以我十幾年來都會習慣遛狗 生了這個小朋友 就跟著遛小孩 所以我就把狗狗跟小孩 一起帶去公園遛 然後因為他其實那時候 他就兩歲多 他自己可以去找玩伴 對 公園也有其他的家長跟小朋友 在玩 我就很放心的 放飛他吧 去吧 給他去玩一下 就去吧 然後同時我就去遛我的狗了 然後就遛著… 這時候手機震動 我就給他拿起來 就回訊息 就邊回 邊遛著狗 忘了 對 真的給他忘在公園 你認真… 我是認真的 而且我把我的狗遛回家 一進家門那一剎那 我婆婆看著我 小孩呢 我真的不誇張 我背肌瞬間涼到 頭皮發麻 我發麻的同時放下我的狗繩 手機也就是不顧了 我就轉身百米的速度 我百米其實是跑28秒 我當下應該是10秒有破紀錄 我就手刀飛奔回公園 我就遠遠看著我的小孩 坐在那個溜滑梯的上端 還好看得到 然後我看到他了 我就心安 但是我還是要跑很快 對 衝過去他看著我說 想哭喔 沒有啦 然後我就很難過 那段小孩沒哭啊 他沒哭 他很淡定 然後我就很難過跟他說 對不起 媽媽真的忘記你了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覺得很痛 他真的很厲害 還有其他玩法嗎 對 因為當媽媽真的很辛苦 不行耶 真的 而且你會 你去跑過去的當下 你會心想說 如果他被人家帶走 又後悔一輩子 如果衝到公園那一秒 沒有看你的想法就是瘋掉 直接瘋掉 然後他跟我講的那句話 我就跟他道歉 我說對不起 媽媽真的忘記你 然後他把他抱下來 抱回家 進家門 我婆婆直接再度 再一次接走 所以還是交給我來顧吧 對啊 他現場那只剩下一個 沒有 還有其他小朋友 那還好 對… 就有多玩小孩子也… 就轉體注意力了 對 他也忘記媽媽了吧 好可怕 九十號 不要哭 現在有很多推車都是自動收折 對 我代言了一個那個 新的推車牌子 然後它的設計是 因為現在大家都是捏它就會收 可是這一台它就有點防呆 就是你不要寶寶還在裡面就收 所以它是捏了之後你要往前丟 其實很多媽媽就是不小心按到 或者是像剛剛這樣都忘記了 不知道 那是真的會假的 這個在我們做研發的人來講 叫做防呆 對啊 防呆幾句嘛 最棒的按法 妳這個太呆了 真的太呆 對 要把孩子夾在裡面 然後孩子忘在公園 其實我小孩也有不見過 真的假的 妳也不見 三歲而已妳不見還得了什麼時候 一歲多的時候 天啊 那天是熊豪眷的最後一天 在台北車站地下街 什麼熊豪眷 妳怎麼了 超多人 妳是不小心貪了一個什麼便宜嗎 對 我就是貪便宜 怎麼了 為什麼呢 他坐在那個玩具的那個汽車上面 然後我要找那個地下的彈珠 有人旁邊彈珠台掉下來地下的彈珠 我想說我撿那個不用錢 妳是貪一個彈珠 對 我覺得我不誇張 一秒…起來不見 好可怕 他不是坐在車車裡面 怎麼會不見 他在那個汽車裡面就不見了 不是 那你幹嘛貪那個彈珠 不是… 貪小便宜 剛重點是小孩子 先解決 他跑去玩別的機台 他自己走不了 對 他自己走掉 他跑去玩別 然後我那時候腦子的畫面 是那個警察局門口 貼的那個失蹤兒童的畫面 真的 然後我就在想說 就算有人找到他 撿到他 他不會講話 怎麼辦 對 對 天啊 好想哭喔 怎麼辦 然後後來就趕快跑 繞一圈啊 就跑啊 唯一不信中的大信就是 等一下 豬幹嘛 你幹嘛這樣 10顆也才100塊 現在你有丟過小孩嗎 不可能 我爸媽把我丟 不是把我丟掉 就是他真的是遺失 忘記 沒有 他真的是把我弄丟了 沒有 那是婚姻的問題 小時候好像沒有婚姻的問題 我掉了小孩 真的就把我掉了小孩 就在基隆以前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麥當勞那裡 我是真的 就是一天一夜當不見了 一天一夜 一天一夜 然後我爸快哭死了 天啊 多大的時候 好像很小 那怎麼會到一天一夜 幼稚園吧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去了哪裡 不行… 然後我爸媽就是哭死 然後我自己 我沒什麼印象 是我爸跟我講的 好像就在麥當勞的一個角落 聽說就這樣蹲著 蹲在哪裡 就蹲著 然後後來就睡著了 對 然後還有一次 他們還讓我被海浪捲走 但是海浪捲走要給你走 不是 我們講現實 人不是講八點檔 不是 我真的… 海浪捲走 因為我爸帶我去海邊玩 來聽蔡允潔的甘胃人聲 不是 真的 他們不是故意的 他就帶我去海邊玩 結果我就不小心被海浪捲 然後我那個畫面還有 我是在裡面這樣 已經下去了 已經被嗆到然後被捲進去了 但我已經忘記 我怎麼被救出來了 然後偷偷海龜來載你 然後載到一個海浪空裡 你還有掌穩駝而往前滑嗎 天啊 我那時候很小 我只記得我被海吃進去 然後回來的時候 就拿著一個飽盒說 爸爸我回來了 就是一個先生送我的 這裡有一個金斧頭 還有一個銀斧頭 哪一個是你的斧頭呢 太可怕… 對 好可怕… 用想像都覺得很恐怖對不對 不可能… 好 再來 還有繼續喔 還有我們還有更恐怖的 來Patti… 男生寶寶三歲 幫小孩換尿布 結果意外從尿布才疊 對 剛剛小潔有說蹦 哪一個媽媽沒有蹦過 對 多高… 我在外… 尿布台 百貨公司 百貨公司 腰的高度 對… 大人的那個腰的高度 那時候在百貨公司外面下雨 我就去百貨公司租了推車 然後我想說好 放下背筋 然後我可以整理一下外面下雨 弄個東西什麼的我就把它放著 那時候它也不太會翻身 所以我 因為有的尿布台 你們應該知道就是它會有安全帶 對 可是我那時候沒想那麼多 因為它那時候還不太會翻身 我就放著 我就弄我的東西 而且差很遠 尿布台在這兒 我在這邊弄… 然後因為我小孩是一個 不太會怕痛 不太會哭的小孩 他可以破皮 然後就是都沒有哭 結果他大哭 我想說他大哭那一定就是完蛋了 死定了 我要送醫院了 趕快把它抱起來 然後觀察他有沒有嘔吐 精神狀態什麼的 他就會一直哭真的滿久的 應該有四到五分鐘 就持續了一段真的很痛 然後就趕快呼他呼啊 然後看有沒有腫啊 有沒有吐 就主要是有沒有吐 對 然後就是後來還好觀察沒事 然後重點是 我老公至今不知道這件事情 你不要那麼得意 你不要 你竟然不讓他知道 然後你上節目來講 你知道這會播出耶 我真的不敢講 他 好…不講… 分享一個 你剛好講到這個老公知不知道的問題 我跟你講 夫妻一定會吵架 吵架的時候怎麼吵 這是這一點對不對 兩人有這衝突嘛 是 不要往前吵 不要啪 還一直哭著幹嘛 把他摔著這樣 然後開始 但是為什麼會 怎麼可能在那裡 你吵這一段是沒有用的 不要往過去的事情吵 過去不要吵 吵未來的事情 他怎麼了 他跌倒 好 趕快先處理 趕快送醫院還怎麼樣觀察 先解決現在跟未來的問題 對 以後要怎麼預防 然後再回頭來 你怎麼會讓他掉下來 不行 這句也不能問 沒有… 這個時候孩子已經安全了 事情處理完了 對 就這樣 這樣懂那意思嗎 你們不一定是因為孩子 掉下來這個事 可能兩個人因為錢的事情 這一筆錢 你突然間這個是我們要繳那個的錢 結果你借給你的朋友 明天我們就要繳那個房貸 或幹嘛這些錢 你看 你從這一刻你先 那明天這個該怎麼辦 而不是說你為什麼要這樣 他跟你什麼關係 你老是先把他… 這一段吵不完 而且無際於是 這樣懂那意思嗎 從這一刻吵未來 太難了啦 不… 真的假的好有情緒 不 先解決這一個問題 再來回顧 你幹嘛 以後不要再借給人家啦 你老是這樣不還 或幹嘛 不都害了我們 是啦… 這樣懂那意思 今天要練習呢 沒錯 但要練習… 要練習 我後來也才學習了很多 好不好 分享啦 來…看一下那個新陳的 新陳有一個兩歲的男寶 好 三位阿姨為兒子吃香蕉 噎到髮呼吸還好及時發醒 亮水吃香蕉 他大概一歲多的時候 我帶他去逛一個展覽 然後因為我是很喜歡 就是小朋友去社會化 所以跟大家玩都沒有關係 只要我看得到他就好了 對 可是因為我兒子 他是那種很堪吃 他會一口接一口 不管他就塞滿嘴 對 然後因為阿姨他不知道 就是兒子的吃飯習慣 所以他就一口一口 一直給他… 一個不認識的阿姨 對 就是攤位的那個顧攤的阿姨 然後他已經 妳有先問妳可不可以嗎 有…都是經過同意 可是因為當時就是跟先生在逛攤 然後就是看展什麼的 妳在忙 對 他們在介紹 然後另外一個阿姨幫忙顧 那就他還沒有發現 阿姨超瞎的 還沒有發現說兒子已經就是 就沒辦法講話 然後還在餵他 對 他還在給他 然後是我就是想說 怎麼都沒有聽到兒子的聲音 一瞄過去才發現他臉色不對 因為我有住月子中心 有教那個兒童哈姆利課法 對 馬上抓起來 把他往前拍然後吐出來 對 嚇死了 真的 妳如何處理那個攤位阿姨 就是覺得 因為小孩發生意外其實難免啦 妳就看還沒有剩下的香蕉嘛 來 我餵 我餵 這個 對啊 真的 照理講阿姨應該熟悶熟辱 對 也是這樣想 對阿姨怎麼樣 對啊 因為覺得就是媽媽急得 應該很會顧小孩 對 才會放心交給他 對啊 誰知道變這樣 對啊 好恐怖喔 假的 所以其實自己不小心睡著 兒子的臉被床單蓋住 差點進去 這個是最常見 這最常見 就是因為其實小朋友最害怕 就是呼吸道會堵住的問題 然後因為我現在還是餵母乳 所以我最常做的就是躺餵 然後你在躺餵的時候 你會幫小朋友蓋一個小貝貝 然後你餵餵食 你在餵母乳的同時 你自己也非常非常累 對 然後我就睡… 我就突然感覺到 這邊怎麼會躁動 結果一醒來一看 我的小孩的那個棉被 把它整個躁住了 我快嚇瘋了 明明在撥 對 然後我一打開的時候 他這樣 阿啦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我就會很想說 自己剛剛怎麼會睡著 對不起 媽媽對不起 對 然後我最近發生一件 我覺得更可怕的事情 會做噩夢 對 而且你會後來 然後小孩明明就沒有什麼事 你會驚醒說 小孩咧… 那個真的很醒耶 驚醒的醒可以主持跨年 好好醒喔 對 就是彈起來然後想說 現在是幾點 現在什麼狀況 他在幹嘛 剛剛幾點吃的 有沒有尿尿 對 真的是可怕 我還有過一次 就是因為我也是這樣餵他 然後我是不是在沙發上面餵 然後餵我 他就 我就睡著了 然後他也睡著 然後後來就聽到我小孩在哭 然後因為我在家裡 會穿那個細肩帶 然後你要餵哪的時候 我就把細肩帶這邊 就是繞開這樣子 然後我發現我小朋友 一直在哭這樣子 結果我醒來的時候 一看到的時候 我是我這個肩帶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怎麼繞上去 我都快下風了 而且小孩有各種莫名的方法 進入一個很奇怪的狀態 對 就是他可以這樣鑽… 然後可能也就鑽到枕頭套裡面 對 你就不知道那過程 到底怎麼造成的 對 好可怕 這真的太恐怖了 我有一個更可怕…的 對 我是那種很神經質 就算小孩只要一沒動靜 在睡眠中 我都可以馬上醒說 是不是斷氣了 還是怎麼樣的媽媽 對 那天剛好就是心血來潮 想說讓先生也 就是孩子的爸也接觸一下 睡眠這一段 然後就把它放在我們兩個中間 結果就是 我中間驚醒的時候 發現小孩整個人 已經被他爸壓在背下面 一動也不動了 然後 爸爸壓著他 對 完全沒反應的那一種 然後他爸也完全就是不知道 還熟睡打呼打很大聲 對 我是馬上把他推到地上去 因為我們睡彈簧床 直接把他踢到地上去 然後看小孩 小孩顏色蒼白 對 就微弱 對 就很微弱 可是就是想說 因為醫生都會說先觀察 我們就也是等一下下大概五分鐘 觀察他稍微恢復過來 這爸爸會很內疚耶 很誇張耶 都不是故意的 但就是 媽媽的那個反應真的 因為媽媽的性人合比 爸爸大四倍 對 所以其實我們的反應 真的會比較強烈 也比較警覺耶 爸爸真的很容易睡死了就睡死了 對 所以真的不要讓爸爸跟小孩通床 我從那一次之後 就再也不敢讓任何人 是在我兒子旁邊 一定都是他靠牆 然後我在他旁邊 除了爸爸還有任何人 就說例如說 就可能是阿格拉 對啊 保護 二舅… 對 你送瓦斯過來太累了也睡了 媽媽的性人合真的很可怕 不要小看媽媽 半夜是我老公在顧 但是我就覺得說 我還是想要陪著他們一起睡 但我發現我完全做不到 我已經推了兩顆安眠藥囉 我小孩只要這樣 我就立刻醒來了 我平常是吃半顆的人喔 我吃到兩顆我小孩只要呼吸 稍微大聲一點 或是他一轉個身 或是他一個在抓癢 我就是怎麼樣都不行 我體驗過一個很特別 只有一次而已 就我在月子中心 然後我在睡覺 然後我就突然坐起來 然後我想說 我聽到我兒子在哭 可是怎麼可能嘛 對 他又不在 他在育嬰室耶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 我覺得我聽到他在哭 我覺得好像有耶 然後我就打電話去我說 不好意思 有點瘋的一個問題 就我兒子是不是在哭 他就說 媽媽 對不起啦 他就是說剛剛尿布濕了 我們還來不及換 真的在哭 你不只連心啊 因為是很近嗎 我覺得媽媽跟小孩有藍牙 有藍牙連接 對 你就是連著 真的很恐怖 你就是一個感覺 第六感就覺得他在哭 對… 這好神喔 真的爸爸不會有感覺 不愛大爆棚 有沒有知道 講到孩子掉了 玉兔就哭了 對 就是會有那種感觸 感觸特別良多 來 小姐看你的 好 來 繼續 恐怖鬼故事… 好 來 這很扯耶 用擦過便便的濕紙巾 幫女兒擦嘴 對女兒感到抱歉 你知道我老公有多離譜嗎 因為我們也是有養狗 所以我們就是常常會遛狗 又遛小孩 結果我老公 我之前有分享過一個故事 就是我老公用大 有狗大便的咖啡給我喝 因為他忘記他裡面 他忘記他在我的咖啡裡面 放了狗大便 好 這次是2.0版的喔 他帶狗去散完布之後 我們都會用濕 因為有養狗跟小孩 我們就會特別注意狗的衛生 我們就會把它全身都擦 屁股都擦 腳都擦 擦完之後 他不知道把濕紙巾丟哪 剛好那一包濕紙巾用完了 他就把擦完狗大便跟全身的獅子巾 又放回去了原本的獅子巾的那包裡面 想說整個丟掉 整個丟掉 但他忘記囉 他放回去原本我們放獅子巾的地方 有一次我女兒就是在車上嘛 然後就有點異奶 我就把那個獅子巾拿起來 因為也濕濕的啊 他也剛放沒多久 我也沒有覺得有什麼怪怪的啊 我就會拿起來 然後而且小朋友異奶 你會整個這樣 滑過去 回一下 回到嘴巴裡面去 對 奇怪 我沒有餵他吃南瓜 可是他的嘴巴就是黃黃的 而且就是 我整個 但是你拿的時候 不會覺得觸感不一樣嗎 因為濕紙巾都是平的啊 對啊 沒有錯的感覺啊 我就覺得說 我就覺得說 因為有時候我們用到 剩最後幾張的時候 是你會已經皺皺的 但還是放在裡面 而且還是濕的 如果是乾的 妳是覺得很會腦補的媽媽啦 對 結果正常的事都想說 沒有 應該是因為這樣… 對 然後就算了 我那一次喝到有屎的咖啡 我還跟老公說 老公你好棒喔 這個咖啡特別的濃郁耶 色香嗎 對 可是發生在自己的事情 的身上還好 你知道當我把狗屎 插到我女兒的嘴巴裡面的時候 我認真就告訴我老公說 妳嘴巴給我過來 我就直接把整個屎 一殺到她嘴巴 我說妳試試看 她真的嘴巴過來 對 你們全家都吃過屎耶 因為小潔吃得死… 不是 因為我太氣了 我想讓她知道說 小朋友這麼低的抵抗力 妳讓我不小心把屎 插在我女兒的嘴巴裡面 她如果突然生病 如果怎麼樣怎麼辦 妳女兒撐過來了 撐過來了 不是 小潔 妳那個老公算是好好先生 是啦 我覺得她滿好的 因為我先生就會說 那是妳自己去給她擦她嘴巴的 妳為什麼放在那裡呢 但是她也會說 妳擦之前妳自己要看 對啊 為這事情要一個比較沒風的 那是妳自己拿起來擦的 關我什麼事兩個人吵起來那怎麼辦 對啦 但就是真的要小心再小心 以後我在做這件事情之前 我就會檢查一下 好可怕喔 妳每一次開獅子星都會有陰影 對 都會有陰影 我覺得當年妳還敢哭喔 對啊 來 證明 加油 小孩莫名鬧動撞到桌角 就醫時被懷疑是家暴個案 對 就是事情發生在一個下午 然後我就跟我小朋友很開心 在沙發上面玩 其實沙發 大家就一定會像懶人一樣躺著 然後小孩擺在自己的前方玩 因為他自己已經可以坐挺 所以其實我就不太需要 去護著他的背後 然後就玩… 正在投入的時候 他就這樣往後下去 然後我來不及救他 他就往我們的那個桌角 就撞上了 然後一撞上的瞬間 你可以感受他是回彈的 我就完蛋了 趕快把他抓了 因為他已經爆哭了 然後我就摸後腦勺 你可以感受到你的頭 他是慢慢的隆起 然後這時候我的直覺反應是什麼 趕快衝去拿冰塊 我就衝到去拿冰塊趕快冰敷 可是發現冰敷幾分鐘他沒有消 然後而且他是逐漸越來越大 媽媽的警覺就是送急診 然後我就抱著他 趕快就是上車就是送急診去 然後一進去護理人員 一定就是會開始量體溫 開始關心說小孩的傷是怎麼來的 但是他的感受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醫護人員 所以你會感覺他投射的眼光 就是你是不是 他還問我同住人有誰 虐因 對 他就說是不是這個傷是怎麼來的 那媽媽妳是他的 我就說我是他真的親媽媽 然後他還說妳是後媽 然後因為他看我很淡定 但是其實我很緊張 只是那個當下 這是他們醫院處理的SOP 對 妳如果是有刀傷或什麼 立刻要先報警的 對 然後他就問完之後 我就跟他說 我清楚妳的那個流程這樣 他裡面有個按鈕 他一按就知道說 直接 我可能就被帶走 警方就過來 必須要過來 他後來就安排照那個S官 他的頭骨確實是沒有裂開 我就放心很多了 就回去觀察看有沒有就是 狀況就可以 後來就是OK的 沒事 他現在活得很好 是… 家裡有小小朋友的時候 全部所有的家具什麼 全部都有一邊邊貼邊條 對 防撞的那條 防撞的 對 那時候我們就想說他也都大了 對 你看養兒方之父母恩 對不對 對啦 我都一直在想說是不是可以 你知道像電影裡面 演那種精神病院 整間都是軟墊 就是天花板全部都是 然後就會放在裡面 沒有任何東西你就沒事了 對 我有想過這件事情 對 你就會幻想覺得 到底有哪裡是安全的 真的是太可怕了 來 佩提 妳的呢 起床發現小孩嘴唇發紫 就醫發現是趴睡造成 對 發紫 像妳的衣服 像妳的衣服這樣 真的 對 差不多 這麼紫 這麼紫 她是真的紫 妳還要拍照下來 我是先拍起來 因為我要給醫生看 我怕到醫院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對… 對 結果是怎麼樣 我就一早起來發現這樣子 然後我就很嚇到 趕快叫我老公過來 我說妳來看 怎麼會是這樣子 然後因為她 我的枕頭 她很喜歡躺我的枕頭 然後我的枕頭套是信封式的 所以是沒有拉鍊的那個封口 對 是開的 她很喜歡把手戳在這個裡面 這樣子 踏水 對 她很喜歡這樣 然後我當下猜是這個樣子 因為她的精神跟其他的狀態都是好的 她是醒的 只是嘴唇醒的 我把她叫 我看到這樣子的時候 我就把她叫醒了 我就拍她 我就叫她 我說起來… 因為我就是要看她精神狀況 然後是OK 然後對答也什麼也都OK 就所謂的活動力 對 我就趕快先到醫院去 其實我在等診的時候 她的唇色就已經恢復了 對 後來進去之後我就跟醫生講 剛才這個情況 她說應該不是缺氧 缺氧的話 她現在精神不會這麼好 對 她嘴巴到底怎麼了 就是她就壓到啊 妳有沒有檢查一下 口紅有沒有少 很好流行 每一度沙的顏色 對 口紅沒有少 還是我老公給她用了那個 紫色的那個塗在上面 對 然後就是 她說可能就是不要 就小心就不要這樣子 有啊 她也是有男生 心塵了… 第二件事是 小孩玩家把石頭吞到肚子 立刻送一催吐才沒 石頭 對 多大… 就是那種海灘那種小細沙 但是在那種公園的沙坑 再大一點點 差不多就是東部那種沿岸 小石粒那種的 妳怎麼知道 就是那時候 其實就只有我跟小孩在公園 然後小孩他就自己玩得很開心 所以我就沒有到非常 就是不會那麼神經質 就覺得沒什麼危險性 那時候就剛好一封線就傳過來 我只是低頭回一下 好的 完全來不及反應 衝過去都來不及 已經吞下去 因為口欲起 這個什麼東西都王九弟三 對 可是因為第一次當媽媽 完全不知道 因為她已經很久沒有這樣子 隨便亂吞東西了 對 就突然這個動作 我嚇到沒辦法 只好就是怎麼挖 就覺得裡面還有 然後她也一直有肝藕的那種反應 對 就馬上也是送急診 然後醫生是這樣讓她吹吐喔 對 醫生的做法就是 她怕就是卡在胃裡面 因為那個排便是排不出來的 對 對 她就是用一些就是應該有 記得有吃藥 因為也是很小的時候 對 然後就吹吐吐出來 出來真的有一個石頭 有沙粒在裡面 對 對 還好有吐出來 真的很恐怖 不過這五位媽媽 她們都要經歷過一個妳還好 妳的還好 因為她們要經歷過一個 COVID-19的那個部分 對 那個是不是養兒育女 最痛苦的時候 哪裡都不能去對不對 對 然後也沒地方放電 對 然後大眼瞪小眼的 怎麼辦 有這個 妳這個時候已經沒有了 我沒有 對 可是我照出門耶 這個時候出門反而沒有人 妳要密使 對 而且我們剛剛當然要 不然 我剛才在跟他們聊 我們兩個小孩出生的時候 剛好剛破百 對 剛破百 那個時候是正開始 對 但是沒那麼嚴重 對 外面沒人 我出門沒有人 去空曠的地方給他跑 我去台北車站等那個推車等 那個電梯都不用等你知道嗎 現在出門要等好久耶 對 現在人全部都回來了嗎 對啊 然後捷運都沒有人 旁邊全部沒有 這樣一排都沒有人 都沒人 對 你們有孩子得了COVID-19嗎 有… 你看 一個 兩個 還好他對嬰幼兒 反而沒什麼影響對不對 對 完全沒有症狀 他就是微發燒而已 對 有幫他快篩或什麼嗎 有 用唾液快篩 後來就出塞 我記得小潔是懷孕的時候 也是桶鼻子 就桶鼻子啊 他懷孕的時候是得COVID 我是懷孕的時候 本人得COVID 母體得COVID 沒有 因為我跟我老公一起得 然後你知道那個就落差很大 因為我們兩個是同一天得 本來要來陸小大 結果前一天就說不能來了 我們居然有一陣子叫戴口罩 戴口罩 面罩 其實那也是一段回憶 就一段過程 我們人的一生當中可以共同 全球 整個地球一起做同一件事 一起Fight一個東西 我老公那時候就是 他可以正常吃藥 就是他可以中藥 西藥 什麼藥他都可以吃 但我那時候是孕婦 而且已經七個月了吧 又不能吃藥 不能吃藥 我超痛苦的 我病程 整整多了他兩個禮拜 對啊 所以就完全不行 你的是在你生完小孩 我是生完小孩 大概三個月的時候 擔心小朋友 對 所以小朋友有得 他有得 但是因為我覺得 可能有胃母乳等等 他的症狀就流鼻涕 所以我全家都還好 就是稍微像小感冒而已 好險喔 從當媽媽 當爸爸之後 就是沒有一秒是不擔心的 你隨時想要他 就他還好嗎 他在幹嘛 他現在還好嗎 偉大的母親 好不好 所以全世界最值得尊敬的行業 就是母親 對 七歲 好不好 你的孩子一歲 兩歲 三歲 你是母親 你的孩子三十歲 你還是母親 你的孩子六十歲 你還是母親 對不對 你的孩子一百零五歲 你是已經過去的母親 對 永遠都是 不可逆的一件事情 太偉大了好不好 一起來合唱這首 幸福 世上只有媽 這麼突然 這麼突然的成績 沒有啦 好啦 謝謝幾位辛苦 可愛的媽媽們 謝謝他們 加油 謝謝 我們在五十二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 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是我們不放心 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因為這個APP非常貼心 中天的新聞直播節目 全都在裡面一次滿足 全都在裡面一次滿足 Grea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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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